为什么灵异尖兵尖叫连连 他们听到了什么 他们看到了什么 我听到 我听到 你听到楼梯走上去 楼梯上为什么出现影子 而更恐怖的是 鬼屋现场出现一双 好像在窥探着我们的灵异闻眼 是两个眼睛的眼睛 你现在是在跟我们说话 还是跟他说话 甚至 灵异尖兵还在鬼屋内 首次出现幻听的灵异现象 那女的上车她就一直开 她突然闻到湿臭味 她死掉了 所以就变成说 她很难过 为什么没有办法 是继续跟这个朋友 就是继续来的 为什么超胆任务 试胆的观众 在殡仪馆提示间的长廊 黄叫不离 又为什么 一位50岁的老太太 抱着乱葬公墓的墓碑 哭泣不息 现在就请您做好准备 和我们一起进入今晚 超灵异的鬼话连篇 欢迎收看鬼话连篇 我是焦之芳 我是沈荣 今天在我们第一个单元 灵异最前线 我们要带大家到中壢去 在中壢有一个传说中的鬼屋 叫做鬼大宅 是的 但是常常看我们的 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一定会发现到 我们常常会在这个 这个VCR里面 拍到一些鬼的声音 或者是会拍到一些白的影子 但是我们这次拍到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我们拍到了这个 类似鬼的眼睛的一个画面 鬼 所以我在这边想要请教一下 这个来宾朋友们 就是你们相信鬼有眼睛吗 如果真的有的话 鬼的眼睛应该长得什么样子 你试试看 不晓得 我没有去想过 可是我觉得鬼一定有很多形状 所以什么样的眼睛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 那文文呢 我觉得应该是白色的眼珠子 就是头发这样长长的 然后没有什么五官 像真子那样子嘛 对 搞不好还有血丝 很大一粒 灵一片看太多了 老师你觉得 鬼有可能有眼睛吗 以这个话题来讲的话 我们会牵扯到说 这个鬼 本身我们称作灵 灵的强跟弱 确实会造成有鬼眼这种现象 甚至我们常看到那是鬼魂 所以它是原神 脱离之后呢 到另外一个通肩之后 它本身灵的强弱 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 灵一煎饼 现场不会是其他动物 比如说猫啦 猫头鹰啦 你能看到其他动物的出现吗 没有 因为如果说是猫的话 应该会听到猫叫声 或者是它会跑啊 怎么样的 可是我们现场都没有看到任何的动物 而且我们用肉眼看不到 不过这次据我们的工作人员表示 回来检查带子的时候 确实是发现了类似鬼的眼睛 所以下面这段影片 请大家仔细地看 我们来看看 来 现在在我们身后啊 就是这边当地非常有名的鬼大宅 你看这里非常地大好可怕 而且屋顶啊都长得弑人 好夸张 对啊 而且我想哦 在那个屋子里面也有很多爬的 其实像这样子的环境啊 大概只有在电影里面哦 有什么才看得到 我们要接着看看 对 你好 你现在要站起来 有 有 有 你现在要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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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真的是早早重生 而且听到这是一二十年前啊 非常非常有名的豪宅 这是一个当地大不好住的 对啊 外上没有看过这么萌啊 对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硬握的感觉好像那种防空洞啊 你可能被你说这边都已经爬满树藤了 你看屋子里面 对啊 你刚才外面看好多树 连里面也都这样 嗯 树藤就走进来了 这里还有更夸张的 对啊 你知道吗 当然树藤啊 就是如果攀在屋子里面 就发表是这个屋子满树的 对 因为一天风叫不进来 对啊 对啊 那是屋子里是多漂亮的 对啊 而且他们又请法师来这边坐吧 对啊 可是没有帮他赶走这边的那个零件的朋友 可是你看这边是大风啊 这边好高 不是一个地方吗 是一个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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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施工的条件 我听说啊 他们这边发生一些事情啊 然后之后他们听说要改建 结果我都没有帮他改建 这边是绣的吗 那边踩一下 那门都这样陷下去 新军都不得要绣掉了 这边还有壁如欸 对啊 那台湾的家里面不可能有像这样的壁如 所以我想当时这里见过人家 真的非常的有钱吧 嗯 欸其实我们今天要来什么 要找的就是那个 嗯 游人房 因为听说这边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那有一个游人就已经死掉了 对 好大 又是白色 听说这里有一两百坪这么大 我想这应该是那楼梯间的厨厂室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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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激烈 那就是放過來了 我知道 我剛剛聽到那麼緊張很激烈 你們也很老實 我想到人家都只有聽到吧 你是不是有聽到 你有沒有聽到 我以為一套衝過來你知道嗎 因為那聲音比我越來越近你知道 不是我又沒有看到任何人 像我剛剛在那空間裡面 其實我沒有看到任何人 是哪裡啊 是什麼樣恐怖的哭泣聲 讓任意傑兵們突然失誕逃跑 在這間鬼搭載裡 瘦大的空間 任意傑兵要如何才能順利找到 傳聞中下女自殺的工人房呢 我看到 我看到 女子中 不用追走上去 不要笑我們了 現在是發生不錯了 誰 怎麼回來了 怎麼回來了 什麼東西 我看到 我看到 我沒看到 我看到那個 我沒看到白白燈了 鬼影出現了嗎 我們不能出現 但可以确定的是 林毅靖民们是真的同声尖叫 退后哭泣 这不安的气氛 一直盘旋在鬼大宅 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这个房子好像大的不得了 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豪宅 而且已经荒废了很久的时间了 是不是 对 已经蛮长的时间 到底这个屋子是一些历史背景 跟发生过的一些原因 两位要不要跟我们大家 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当地的居民都称那里叫做鬼大宅 为什么要叫鬼大宅 就是原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那种 大户人家住在那里 那他那个男主人就跟他女佣人 就是有染发生不正常的关系 然后那个女佣人就怀了他的孩子了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呢 对 然后后来 因为那个女佣人他怀了那个 就是男主人的小孩 结果被他老婆发现了 大老婆 对 就他老婆就逼着他 要去把那个小孩子拿掉 就给他打开就对了 就喝那种好恶劣 打胎药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那个女佣人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 好像就在那边自杀 嗯 所以小孩也死了吗 小孩也没生下来吗 已经被打掉了 喝那打胎药 所以其实那房子已经死了至少两个人了吗 死掉了两个人 已经死掉两个人 你们两个刚才影片里面发生这样子尖叫啊 这样的躲在那边旁边 看着也跟着一起这样子尖叫 没有 我觉得有两个女生在拍那个金声尖叫第三集 对 一直听到你们 到底现场发生了什么状况啊 其实我们就一直听到有女孩子那种很凄凉的那种声音 叹息声 那你不是有看到 Amy不是有看到白影吗 对 因为我们要上去楼上的时候啊 真的看到一个白影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明显 就这样走上去 要走的啊 对 是飘的 我只看到那个衣服嘛 就那个衣服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他就这样移上去啊 那我也不知道是用走 因为我刚才会吓到 我想问一下文文啊 文文有拍过这个广告片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等于是刚刚入这个演艺圈啊 那基本上你看到我们刚才那个影片啊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感想 你敢进去吗 不敢 你完全不敢走进去 那我觉得很可怕 那你觉得那个地方可能有鬼吗 嗯 应该是 你觉得应该会有鬼 对 因为看起来很慢 好像有鬼 他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对啊 他怕啦 他比较年轻了啊 我感觉到怕了 这个比较资深一点 对啊 艾伦 不是因为资深就不怕 艾伦 我想去实在话 你敢不敢走进去 如果有人的话我敢 没有人只有鬼 没有人 我很TK 我说实在 我很TK 你不用TK 老师 刚刚在影片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发现 呃 事实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 是属于领异的形态 嗯 那不管是在哪一集 还是以今天这个片段来讲的话 我们都只能说 确实是有领异的存在 那至于就是说看个人的反应 包括我们当场所出现的片段跟动作 嗯 那看到刚才那个屋子的那个形状啊 老师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鬼屋的形态呢 呃 事实上中国人是比较有好奇心 而且中国啦是以鬼神起家的 我们在崇拜的称作神 一旦不崇拜的时候呢 就把弃成鬼论 这是一个最不正确的那个观点就对 一个正确的客观观点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它是属于自然界的 哪怕是动物或者我们跟人啊 还是我们刚水塘里面两只牛蛙 都是有生命的 这些有生命体 只要它生命一消失之后 通通归于灵界的 再去分等级的高低 再去分它所回归的往向的路程 所以灵界是存在的 但是不会危害人 那像刚才那个荒废的屋子啊 有没有可能就是刚才那个丫鬟 还有那个小孩 他们去世之后 然后因为荒废掉了 所以就聚了来更多的灵界的朋友呢 这个可能性很高 但是是先以他们先入为主 因为这个地点是 他们是当时的事件发生者 当然其他的鬼灵 它不会汇聚过来 因为那个我们想说 宅有主命 地有所欺的时候 其他的里面没有办法来这边占据的 应该是当事发生事情的这些当事者 停留在这边 可是我们刚才之前不是预告了 说是有鬼眼吗 有鬼的眼睛 这段影片里面 只是他们看到有白影 有听到声音 还没看到鬼眼吗 在那个时候还不晓得 有鬼眼的出现 对不对 其实是制作人先发现 我们根本都没有看到 我们一直用肉眼都看不到 他看那个 而且观众朋友可能会发现到 里面有两段影片 都是不一样颜色的 那个比较绿的颜色 就是用DV8拍的对面 就在下面这个影片当中 大家要仔细地注意 当那个绿色的画面出现的时候 因为鬼眼就在那个里面 而且最恐怖的地方是在于 那鬼眼还会跟着他们 鬼眼啊 鬼眼还会跟着他们 跟着他们一起 在屋子里面来 他走到哪里是跟到哪里去 这就是他不可能反射吧 没关系 你看完以后 再来解释这个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下面这段影片 来 他光是在庭院啊 就这么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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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了 可是我剛剛拍到 因為我還願意進去 他還在... 沒有耶 你怎麼這樣放 裡面是沒有人的啊 你怎麼看到我這樣 等一等我放進去 裡面是沒有任何人的 是不是有點驚豪狗呢 可是我剛剛真的看到耶 你沒有看到他 到開始看 我真的拍到 而且我還願意進去 他還躲我 真的 我這雙子在發抖 真的耶 我覺得好像虧待我們的感覺 我現在也看不到了啊 可是我剛剛真的拍到了 我還偷偷看看吧 這真的是鬼眼嗎 他是在偷窺我們 還是在引導著我們 進入鬼大宅 生成恐怖的氣氛裡呢 而且這雙鬼眼 將一直跟在我們四周 同時對靈異監兵 產生前所未有的靈異干擾 就一直在攪位 等一下 怎麼啦 你幹嘛 怎麼了 怎麼了啦 怎麼了 怎麼了 Crck alright 怎麼啦 沒事 怎麼了 怎麼作 什麼 你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我剛剛在這裡面看到 剛剛說什麼啦 是兩個螢光的眼睛吧 現在沒有了 可是我剛剛拍到 因為我還RUN進去 它還在 沒有耶 你這樣放裡面是沒有人的啊 你有沒有看到我這樣 怎麼放進去 裡面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所以有眼睛哪有可能 這樣你讓我看 可是我剛剛真的看到耶 你們要到袋子看 我真的拍到 而且我還RUN進去 它還躲我 真的 我這雙子在發抖 真的耶 我覺得還在虧待我們的感覺 可是我們現在看 我現在也看不到的啊 可是我剛剛真的拍到了 我們打在窗戶看一看吧 打在窗戶看一看吧 打在窗戶看一看 沒有啊 可是我剛剛真的拍成這樣子 怎麼可能會有人在窗戶看一看 怎麼可能沒有在窗戶看一看 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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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不可能是 你把人家被人家看一看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那感覺很像 哎唷 好恐怖喔 什麼啊 你有拍到喔 我有拍到我有拍到 我確定有拍到 是有嗎 有沒有 沒有 可是我確定有拍到 這真的是鬼眼嗎 如果是這雙鬼眼是在偷虧我們嗎 這雙鬼眼的出現 讓鬼大宅的氣氛更陷入無比的恐怖緊張 是因為我們剛剛講錯話了喔 沒有吧 對不起對不起 你只是聽說而已 我們只想來看救死的 不好意思 你不要像我們 真的 一下 哇 怎麼會這麼では happening 剛剛是不會 Lum局 對 怎麼會這個樣子 對啊 看我們 不是中心 原尺交換 你看 有沒有看到 啊 原尺交換 有嗎 有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門剛剛緊在晃 就這樣 蹦這樣子 哪一個門 哪一個門 這個 就這片 沒有啊 這邊剛剛真的在晃啊 這個嗎 這片 這片 可我沒看到 沒有啊 可是剛剛真的在晃啊 你是不是有聽到蹦蹦的 那我是直接看到這個門 在動 直接看到這個門 在動 看有沒有看到 對 我跟著說有在動吧 我不行啊 不要再抓你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怕這個門 不要走過去了 因為這邊那個太差了 對啊 等一下陷下去 拔不出來 慢慢來 鬼眼又出現了 但是拿著V8 拍到鬼影的製作人 卻不敢跟劍兵們說 這雙眼睛 是在一直跟著我們嗎 他到底有什麼目的呢 一連串的疑問 深深加重了鬼大宅的恐怖氣氛 我們兩個都看到了 就是這些眼睛 它一閃一閃著 彷彿是個具有能量的能量體 但它為什麼會一再出現 對鬼大宅的外景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之前沈蓉講過 我們每次出外景的時候 都有兩部機器 兩部 對不對 有一部機器是我們專業的BETA CAM 另外一部機器呢 我們特別買的是 有夜視功能的 所以看起來 好像那個顏色會怪怪的 對 對 但是呢 反而在晚上的時候 更能捕捉到一些 鏡頭 大機器抓不到的東西 看完了之後 你覺得 艾倫你有看到那兩個 我覺得 有點像螢火蟲耶 怎麼會有那兩個螢火蟲 怎麼會有兩個螢火蟲 揮在一起 怎麼那麼對比啊 你又可能在交配 那我想問 問文文 你剛剛有看到那兩個亮亮的嗎 我覺得是一種 發光物體 廢話 什麼發光物體啊 一種 一種 應該是一種 火 火 可是火它沒有在燃燒耶 它只有亮亮的兩顆耶 還是 好像電燈一樣 這就是神奇之處啊 對 艾倫柏珍 你們兩個在現場是沒看到的 對不對 沒有 現在回來 我們看了這段影片之後 你們兩個覺得那個 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覺得啊 外星人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 小小的龜火耶 你也覺得小龜火 我現在提出一個假設好不好 它有沒有可能是貓 因為我們知道貓的眼睛 如果它打到那個 手電筒燈光的話 它會亮亮的 你們那個後面 有沒有台子 可以讓貓站立的地方 沒有 可是貓怎麼會那麼乖的 站在那邊呢 對啊 它怕它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抓它 可是它剛才 你看很多地方了 這一段影片出現了兩次耶 對啊 第一次在這邊 它在窗子裡面 完了以後 它可以走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是一堵牆 牆上有幾個孔 對 那貓還跟著好奇 越來越清楚了 基本上 因為那個房子的形態 我們不曉得 有沒有可能啊 就是說它裡面是互通的 對 所以它可能那個貓 或什麼走來走去 其實那個房子幾乎都是空的 也沒有那個什麼椅子啊 或是桌子 可以站立的 而且其實如果說 真的是什麼螢火蟲 或是貓之類的 我們剛剛你們有講說 用那個手電筒打嗎 那個眼睛會反光 可是我們都沒有打 我們都沒有打手電筒 而且你們沒看到 對啊 拍出來的時候才有 對 好啦 高老師 你剛剛講說是 要功力到一定的極速 才能夠顯現出來 你覺得這兩個光點 它的極速 在這邊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升格 我們剛剛一直談論鬼火 但是鬼火它東西是會飄動的 為什麼 它是一個不定體 那老師在這邊把它升格成那個靈光 為什麼 因為它是屬靈界 但是這個 因為它本身是綠色的 綠帶來 符合老師剛剛講的 但是呢 不定體的在這邊 老師把它升格成這個靈光之後呢 我們 老師認定它 它是屬動物靈 比較低下階層的動物靈就對了 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 動物靈 你一定說那個鬼的眼睛是動物的眼睛嗎 對 它也是個靈 動物靈就對了 可能是之前在這個鬼宅 或者是說之後來這邊 因為荒廢之後呢 然後死亡在這邊 人也算動物靈其中的一部分 人超脫 還要超脫 人超脫這個 所以它這兩個應該不是人 還是動物靈 我們呢 因為 老師說它是屬動物的靈光 那它是駐守在這邊 有可能是這個宅之前的狗 死在這邊 或者是比較強烈的 甚至說地類的動物啊 有可能也是死人 它死亡之後 它靈光駐足在這邊的時候 它在做官視 因為你們也不曉得 它也不曉得 是我們的那個小台的V8才拍攝得到 所以它是在凝視官視 那我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它只能顯現眼睛嗎 它有沒有辦法就是顯現 其他的部分給我們看到 還是說它只想顯現眼睛給我們看 大概沒有 因為零件能夠表達的程度 有三個點 第一個 就好比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形體 形體會顯現不同的光色 白的 藍帶綠 綠透藍的 或者是紅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傳音 有沒有看到聲音呢 聽到聲音了 聽到聲音了 這是傳音 第三點就是正面接觸了 補充一下 剛的第二點就包括這個靈光 也是屬傳達的 應有兩種傳達方式 一種是發出聲音 一種是光 事實上它是頻率來傳達的 讓你去看到這種光子就對了 第三點就正面接觸了 當場人可能就是會無庸故哭啦 可能說頭暈啦 身體不適 所以有這三個接觸點 好像根據我們的資料 除了剛才這段影片裡面 曾經出現過兩次之外 後面這個兩個光點 還跟著攝影隊 一直在屋子裡面來回移動 對不對 對 當然除了這個鬼眼之外 他們還聽到一些非常特別的聲音 那我們下面就一起來看看這段影片 所以你看這是剛剛我們在一樓看到的那個 好像是二樓吧 是不是 二樓還有一個 所以你看 一樓沒有 零一樓 這間的性格 非常覺得這張囉還濕濕的 感覺很有...很低濕的感覺 他被人这么奇怪 我看他这个人 在里面的一台的罢子 这几个人 有点怪怪的 他被带上去 他在里面的一台 他被我哪里走了 為什麼 衝到來的聲音啊 好像敲這個 敲壁的聲音 那不是 我是聽到你這個東西的聲音 我到哪裡去 好 等一下 你們不要這麼誇張好不好 我沒有聽到你這個聲音啦 我怎麼聽到 你就跟她說 我們下來看她 你幹嘛那麼 我們先看到你這裡 好 你不要笑我們 不是啦 你們這樣子才真的嚇到人家 你們都已經來了 我已經沒看過那種東西 你們就已經來了 你跟我爭進去幹嘛 各位觀眾 零音見秘Amy的情緒 在登上樓梯之時 變得超歇斯底里 在當時 外景人員只覺得Amy 怎麼變得無法控制 但事實上 這竟然是她要經歷一場 恐怖經驗的前兆 我們來這邊認識 為了工作 我們其實想一下說 你在這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聽到的一些傳說 我們想在那邊這時候 我真的不是要來打擾你們的 不要嚇我 所以我這樣很可能 據我所知 你好像是因為 你懷了這邊男主人的小孩 結果後來被女主人 直到一步 然後這樣 就是 灌弄 突開藥 讓你們丟掉孩子 什麼聲音啊 你講話 你沒說話 我剛剛聽到 我有聽到 我有聽到 不是 我覺得有一個頻率 一直靠近我們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嗎 我真的不可怕 因為我們從外沒有 如果 我從外沒有看 那樣具體的樣子 你知道嗎 我今天 看到就真的覺得 有一個事情我想跟你講 怕不怕 想不想知道 為什麼 好 再回去再說 好了 講話 我們剛剛不是 在外面要進來的時候 已經有看到 我說 有一個眼鏡一直跟著我們嗎 剛剛就是你們看到 那個具象的時候 跑回去 然後又往上走的時候 我又看到 但是我不敢跟你講 他跟著我們 他跟著我們 這樣 那還在這邊 真的是 你幹嘛 咪咪咪 你幹嘛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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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教練我一直聽到 你的聲音 啊 他一直在我耳邊 不是我一直說嗎 什麼了 不要再說了啦 不要一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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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走 走 不要啦 爸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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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她到底聽到了什麼 是幻聽還是靈異在對她講話呢 製作人希望Amy盡量去聽 但Amy能聽得懂靈異的語言嗎 你現在是在跟我們說話還是跟她說話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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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你不要 不要 他一直在講話了 他一直在講話 下流你叫他不要講好不好 你叫他不要講了啦 拜託啦 你叫他身邊覺得懂話嗎 我不知道 他一直在我旁邊 哭哭哭哭哭 這樣子 不要啦 叫他不要在我旁邊 你叫媽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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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爸爸 他做了他封 爸爸好痛喔 不算 哈哈哈哈 我怎麼聽到我 你就跟他說我們下來看他 你幹嘛那麼... 我們先看到女生的影子 蛤? 你別吵我們了 不是 你們這樣子才真的殺人家 你們都已經來了 你們沒看過這種東西 你們就已經來了 你跟我真的有幹嘛 不好意思 在這邊... 你們在這邊面試過的工作 因為你們真的想知道 在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聽到的... 一些傳說啊 我們只想在那邊這一時 你們真的不是要來打擾這種的 不要吵我們 在我這方面來 據我所知 好像是因為 女孩的這邊單住人 小孩的結婚後來被女主人 真的 我... 就是... 就是... 我會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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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聲音啊 你講話啊 你沒說話啊 我剛剛聽到... 我有聽到啊 我會弄... 我會弄... 不是... 我覺得有一個頻率 一直靠近我們啊 你不覺得嗎 我會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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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來沒有... 我會弄... 像... 具體的樣子 然後我今天... 看到就真的覺得... 有一個事情我想跟你講 你... 怕不怕 想不想知道 好... 再回去再說好了 我們剛剛不是... 在外面要進來的時候 已經有看到... 我說有一個... 眼睛跟著我們嗎 剛剛就是... 你們看到那個事情 我說好... 好...回去... 好像有點傷困了 所以... 但是我不敢... 又跟著我們 你們... 你們...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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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咪... 你幹嘛... 你幹嘛... 小蓮... 我一直聽到你的聲音啊... 他一直在我耳邊啊... 你不是...我已經走了嗎 了... 怎麼了... 不要再说了啦 不要一直说 不要一直说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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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她到底听到了什么 是幻听还是灵异在对她讲话呢 制作人希望艾米尽量去听 但艾米能听得懂灵异的语言吗 你现在是在跟我们说话还是跟她说话 不要 不要 什么东西 不要她一直在讲话了 她一直在讲话 夏琉璃叫她不要讲了好不好 你叫她不要讲了啦 拜托啦 她讲是你觉得懂的话吗 我不知道 她一直在我旁边 哭哭哭哭哭哭这样子 不要啦 不要在我旁边 枪啦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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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耳边的话语不断 是她想要对我们说什么呢 这样与灵界的沟通方式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直接 鬼眼也再度出现 她还在窥探着我们吗 这双真实而具形体的眼睛 真的只是如动物灵这么单纯吗 气氛越来越恐怖 而鬼大宅的搜寻任务也越来越艰辛了 看了没有 前面一段影片你还能够说可能是什么光啦 什么其他的 哎 萤火虫啦 这一段 那看起来就是眼睛的样子 你觉得呢 我觉得 你看我们到最后已经看到三对了 越来越多了 对 而且那眼睛还会越这样扎 这样的感觉 看得到眼珠子 我觉得对 如果是灵真的是动物的眼睛 动物的灵耶 动物 因为它的眼球的形状跟人不太差 而且你们都不走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要干嘛 就越那个灵越急越多了 你们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啊 你们也没看到 真的没有看到 你们完全没有看到 只是之前听到没有声音啦 或者是觉得有人在讲话啦 它拍的那个地方 你有转过去看吗 有 闻到转过去 可是都看到那个眼睛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文文 刚才看到那个眼睛 已经算蛮明显的嘛 对不对 它已经好像不像是那个灯泡 好像眼球一样的东西了 你觉得那是什么 感觉上还是很像猫 感觉上像猫 感觉像动物的眼睛 不像是鬼火了吧 不像是萤火虫了吧 像是具象的了 对不对 老师 奇怪 这个 又是一个什么动物的灵光吗 有 这个很好解释 我们必须知道说 我们在第一个单元讨论 里面的时候呢 讲的老师有强调 它是灵光 它是在载体之内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 是个磁场性质 有互相吸引的动作 因为我们这个外景队 在这边停留 那但是呢 会无形中 把外面的吸过来 所以它是出现在外面的 跟里面的不一样 所以老师说里面 它是动物的灵光 可是外面那个光体特别大 就不再可能是动物了 那个就是游走在外界 是属于浮游界的 就不论它的形体了 浮游的光是绿光 不再局限在动物了 对不对 所以到底是什么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很像眼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好 我们暂时先把眼球放到一边 如果只有眼球 没有其他的佐证的话 不成立 他们有听到一些声音 什么样的声音 你要不要再形容更明确一点 其实我那时候 因为伯真也在讲话 然后那个制作人也在说话 他就说 他那时候有讲一句话 他说 你有没有突然听到有一个频率 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之间 听到一个人在我耳边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当时我就觉得很害怕就对了 我就觉得 对对对对 就是听到一个声音 就是在我旁边这样 讲话还是只有声音 就是一个声音 然后他好像在讲话 什么样的声音 你要不要形容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会不会是错觉啊 对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太恍惚的时候 对 耳鸣啦 或者头昏啦 搞不好是个错觉 可是像老师应该也有听过 你应该有听过那种鬼话吧 鬼话 我们自己讲鬼话两天 就是有人讲那种鬼话 我有这样的实体经验 我有一次就是去 你也听过 没有 我去中南美宣慰侨胞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睡觉很累 那我跟会计住一间 他就出去讨论他的事情 我一个人太累了睡 那时候有一股力量 从我的脑部这样压下来 灌顶 就是一股力量 我不晓得讲 然后压到眉毛跟眼睛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全身不能动 好不舒服 开始我就听到有人在我旁边讲西班牙话 两个人在交谈 你会西班牙话吗 我当然不会 那你怎么想要讲西班牙话 中南美都是讲西班牙 那我认为你可能是 听到了西班牙的鬼在你旁边讲话 有可能 然后他们就两个在交谈 可是我全身不能动 就是被压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们就不知道用什么力量 就这样从脑子这样压下来 压到这个地方 就开始讲西班牙话 两个就一直在交谈 那我很害怕 我就一直念 观星菩萨 南无彼陀佛 因为一直念一直念 那念了一两分钟以后才可以动 然后我就醒了这样 冷汗我都不敢再睡下去了 高老师 像这样子 不管是鬼话 或者是天语 也分成很多不同的语系吗 有 这边老师特别做了一个整理 事实上我们世间万物所讲的话 包括动物啦 虫鸟鸟 那叫做四语 四语会因为你的形态 你是人 你是狗是鸡 那是他们个别之间的四语 四间万物的语言 在这边 再往上一级的话 叫做灵语 那个叫做戒语 戒语就对了 戒有分哪几个等级 有分灵 灵语就对了 灵语才下分两个 一个就是说 神界成的 神明的 天上界 天界成的 这三种等级啊 是属于高阶层的 那个必须要 人跟灵之当中啊 有一个传达 或一个依附的作用 才有办法去发挥 那我们这个VCR里面 所表现出来 就是他们听到的 那是属于灵界成的 精灵界 以及包括浮游界 四等灵 他们有办法去传达给你 但是为什么有办法呢 因为我们人啊 内心的潜藏 包括无形的潜藏 有天恶 天眼 以及他心通 所以你们是临时 有聚集这个他心通 忽然你也听得到 忽然你一听到 你都听得到 所以老师你一直说 当我听到两种鬼在讲话 一种是讲外国的语言 然后另外一种是讲 完全听不懂的灵语的话 事实上讲灵语的层次 是比较高一点的 对 所以他听得到的 你们刚刚一直在研究说 为什么叫鬼话 事实上不叫鬼话 灵界的朋友 阵亡之后 他是什么人 他讲的就是那种话 日本人 日本兵就讲日本话 对 台湾人就讲台湾话 所以你听到 是你不懂的语系 所以也讲得不清楚 对 因为感应的有强弱 老师你听得懂吗 我们是 有听过灵语吗 我们是经过 有依附的作用 就好比基同 灵媒 汪影 我们是经过这种程度 才有办法沟通的 是没有办法做正面接触的 因为你一定要脱离自我 才有办法跟灵界沟通 所以老师 在你的沟通的过程当中 你也是听到了 各种不同的那种 声音 或者声音 你能够了解得到 但是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即使是老师的 我也毫无用处 那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大致学一下 是像什么样子的语言 天语是什么样子 事实上在我们 在玄学里面研究的天语 就好比硬深深 把他讲成鬼话来讲的话 天语它是一种传音 很美妙的歌曲 那至于说 次等级的 灵界的那些语言来讲 它就是以人的语言来传达 所以说 就好比平常这样讲话一样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天语是用音乐 你听到那个声音 能够模糊地分辨出来 是有这样的人 一个字一个字的吗 我觉得他讲的是很连贯的 可是有一点点那种 你徐一下吧 好像金片子啊 没有关系 你徐一下啦 没有关系 让老师看来看 那我给他感受一下 那种恐怖的气氛 可是他就是在我耳边这样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本来我以为是他讲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 他讲的是我听不懂的话 他是不是要跟你讲一句 你再讲一次 你再讲一次 就是那个 哎哟天啊 他刚刚是这样 所以你刚才形容过了 你再形容清楚一点 就是那种这样 好像在你旁边这样 这样子 那种声音这样 那是一个音波的感觉 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觉得 非常靠近啊 对 就在耳朵旁边 所以我把耳朵捂住 然后我就一直叫一直叫 因为这样我才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就捂住 一直在叫的时候 也就听不到了 当我一直听到 我就是叫得很大声 你要反抗嘛 对 然后制作人一直叫我说 叫我去跟他 就听听他讲什么 我就说我听不懂 然后我就说我也不要听 因为我觉得很可怕 我会觉得他会不会 就怕听懂了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啊 搞不定啊 你干嘛要说我死了 什么什么 然后天啊 我就觉得 我自己会幻想 我就想说 天啊 他会不会对我不利 老师叫我自己 会不会算是泄露天机 不算 才不是呢 因为老师在回答 天机这两个 就是跟我们这个节目 鬼话连篇难 就蛮有关联的 今天我们既然是 创始这个节目 来探访这个灵异 能够让你探访到的 就是属于天机的部分 可以让世人知道的 可以公布的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有可能 就是你知道那房子 曾经死过一个 一个就是丫鬟吗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丫鬟 故意要跟他讲 他所受到的那种悲惨的事情 或者他们想离开 想操脱 可是走不了 对 然后他就想 想见Amy 然后跟他讲说 我有很多痛苦啊 可是事实上 Amy其实并听不懂 可不可以帮他操度 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真的吗 又看得到鬼眼 又听到了这些鬼话 鬼话 那后面这一段 我看他们两个在里面 说不可以说 哎呀好可怜 好可怜的 其实 对啊 事实上哦 大家其实观众朋友 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演技可能是猫 可能是什么 在下面这段影片当中 我们要请大家仔细看 因为我们还是拍到鬼眼 那请大家来鉴定一下 到底那个鬼眼 是个什么东西 来 你看这样好像 在一个柜楼 这个你看 他这个 干嘛 谁在这儿 干嘛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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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刘 你怎么了 小刘 你在哪 小刘 小刘 我怎么听到声音 什么意思 小刘 大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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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你怎么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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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拔 做了破伤风 你这拔好痛哦 何范 呃 没有了 啥子长这么长啊 在鬼大宅搜寻任务 进行到一半的同时 制作人被现场地上的铁钉 砸伤了脚 而无独有偶的是 另一位工作人员 竟也踩空 单脚陷进这个圆孔水池里 真的吗 这怎么又发现了 天呐 我们刚刚怎么没有发现 我脚下去还没有通到 你会看到底 有 真的吗 这有一栋是我蛮有放过的 这好像后面抓盖 对 而且没有 而且這種庸圍房好像是在那最後面 對啊,一定是那種 一定是在那個主要的那個 主要的建築的後面 我想想這一棟應該是比較後面 就是他們庸圍住的地方 天啊 那個是不是就那種奇怪人家那種 怎麼還有桑林的時候才會有那種東西呢 對 天啊 會不會在這裡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是啊 這是床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讓開 怎樣 這什麼 這什麼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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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看到什麼 你們眼睛會反光對不對 很緊張 後面雙眼睛又在反光 又有一雙眼 在那邊等我們的感覺 快點快點 你們擋到我了啦 趕快找他 很清楚,非常清楚 現在最清楚,你們看 趕快看 有沒有 有 我不要 我不要走了 快點啦 會不會是就在那邊那間 不知道啦 你剛從這棟下面又在上面 怎麼講啦 你看,你看,你看啊 不要啦 不要 我不要鬼魔 可以遠看 眼睛近看 鬼眼又出現了 他仿佛就在走道的那一頭等著我們 我們開始懷疑 他或許不只是在偷窺我們 說不定這趟鬼大宅之旅 就是他在引導著我們過來 繼續探尋下去 還會發生什麼危險嗎 不確定的零件 還讓我們生人懼怕萬分 都不走了耶 就在那裡,都不走耶 那女的上車 她就一直開 她突然聞到濕臭味 擦死掉了 所以就變成說 她很難過 為什麼沒有辦法 不繼續跟這個朋友 不是繼續來往 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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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種公園房 那就是 站在這東西 對啊 一定是那種 一定是在那個 主要的那個 主要的建築的後面 對 所以我想這東西 應該是我們要來的東西 是因為他們庸人住的地方 好 好 好 天啊 天啊 這個 那個 那個是真的那種 期待人家那 對 上面有的時候才會有那種東西 對 對 好 天啊 要在這裏 絕對應該是啊 對 真的 是不是應該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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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讓開 怎樣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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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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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願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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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到我了啦 趕快趕快 很清楚 非常清楚 現在最清楚 妳們看 趕快看 有沒有 有 我不要 我不要走了啦 快走啦 會不會是就在那邊那一街 我知道啦 你剛剛怎麼說從下面又在賞臉 怎麼會這樣啦 妳看 妳看 妳看啊 不要啦 不要喔 好像鬼火 可遠看上眼睛 近看就很像鬼火 對啊 她可能在那邊等我們吧 鬼眼又出現了 她仿佛就在走到的那一頭等著我們 我們開始懷疑 她或許不只是在偷窺我們 說不定這趟鬼大宅之旅 就是她在引導著我們過來 繼續探取下去 還會發生什麼危險嗎 不確定的靈界 讓我們生人懼怕晚分 那不要過去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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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又會輸了 環境小組決定先撤離這棟鬼大宅 我很想過去看一下 但是 膽大的製作人 還是先拿著V8獨自一人 前往剛剛鬼眼等待著我們的房間去看看 這裡 會是傳聞中下女自殺的房間嗎 但房子內空無一物 完全無法判別 如果是這雙鬼眼把我們引來此地 那它的目的又是為何呢 一連串的疑問 發生在這鬼大宅 在這鬼大宅裡所發生過的故事 也可能在街坊鄰居的仙壇中流傳下去 這一次看得更清楚 好清楚喔 居然還寢院那邊不走 一直讓我們跟我們這樣接觸 對 其實我剛才講說是鬼的眼睛 可是我覺得剛才老師他在私底下跟我們解釋的時候 我覺得他解釋得很好 你再解釋一點好不好 對 因為它就是屬於靈界的靈光 靈光來講它是在那邊觀視 因為老師剛有提過 第一個它是顯影 第二個是傳達 傳達有聲音跟光的傳達 那第三個就是正面接觸 就是我們工作人員就一直開始出狀況 所以就會腳被扎到 什麼就發生怪事情 本來我站在一個男孩子的角度 站在一個比較科學的角度 我來解釋這個現象 我會覺得 是不是因為攝影機有一些燈光 手電筒的光反射 但是如果反射的話呢 它不會突然間就消失掉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外界的一些光點的話呢 他們也應該能夠看得到 可是他們又看不到 對不對 所以 你剛才講說是 可能是光點反射對不對 那我本來是想說 可能是貓 可能是貓的眼睛 但是我後來仔細看 就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貓它不會一直停在那邊給你拍 它會跑掉 所以我最後想了一個結論 就是說 它也許有可能是那個 很忠心的那個丫鬟 它一直 就說你們進到它的這個房子裡面 對不對 那它還是以為說 它好像還存在這個地方 它有看說 你們帶我房子來幹嘛 所以它可能就會 中服 中服就一直盯著Amy他們 然後看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亂搬我東西啊 還是怎樣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原來水龍下的結論說 是一個中服 繼續在那邊監視這個環境 欸 不就亂講了 我問老師一下 有些靈喔 它往生了之後 它會不會不知道自己已經走了 會不會這樣子 欸 這個現象啊 是屬於浮游界的 為什麼會停留 因為浮游兩個字是停留在那邊 最好比它忽然間地震 死了兩千多個 睡覺的時候 那它不曉得了 或者說忽然間被車撞死 這種才會造成說 它不曉得自己已經往生了 無力浮游就過去了 對 停留在那個空間 對 有可能 而且這是事實 但是它也沒有傷害就對了 對 因為這就是命嘛 萬般皆是命 所以因為它是這樣子的往生 所以它停留在那邊 就要經過我們道師 來給它做超渡的 不然它還不曉得它已經走了 就這裡面會執行一個 叫超渡的造魂 那造魂的那個怎麼造呢 好比說是五祖的 我們也造影到 成鳳東宮太以慈父 救虎天村 造以十方五祖 孤魂自破 頭往身方 怪怪老師這段話 聽字幕都不曉得 聽不聽就懂了 好深奧 完全打不上說的 聽得很模糊 聽得非常模糊 不過兩個靈異堅兵 因為他們是女孩子的關係 所以他們出教的外景 本身心裡頭很害怕 都有半途而廢的情況 如果觀眾朋友 你覺得你自己心裡很大膽 沒關係 你可以報名來參加 我們請小比帶著大家 再度造訪這些地方去 同樣這個地方去看看 這是我們的超膽任務 是不是 對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先謝謝在這邊參加的所有的朋友 我們要來進下面的一個單元 謝謝 接下來再進行我們明星鬼話的單元了 對 講鬼故事的單元 我們要先來請艾倫來幫我們講個鬼故事 好 我自己其實本身可能八字比較重 我也不想碰到這個事情 那我聽到是聽到蠻多的 我現在講一個是有學長 因為我念滑岡義校嘛 那就是我住在山上 所以呢 那我學長他們也是住山上 有一天晚上 我一個學長騎摩托車 就騎回山上去 然後騎到三角的時候 他開始覺得 奇怪怎麼 就是很用力要催那個油 他開始覺得他的後面好像有點重量 他想說可能是不曉得什麼事 他就沒有去理會 又繼續騎 騎了幾分鐘之後 覺得奇怪那個重量一直存在 因為他後面沒有載人 沒有載東西啊 為什麼會有這種重量的感覺 然後晚上他就從他的那個 機車旁邊那個後視鏡 就稍微這樣子看了一下 他就發現 有個女的 坐在後面 就坐在後面 坐在摩托車後座 對 就坐在後面 只差沒有用手去 後面還幫我坐他 他心裡想說 這根本不用解釋嘛 這馬上一定就知道是碰到的那個嘛 對 他心裡想怎麼辦呢 可是我現在停車 搞不好就 因為你知道人喔 往往在碰到一個 你沒有碰過事情時候 就是會有很多種不同的意念 你要嘛就是繼續騎 你要嘛就是 有的人膽子小一點 就是嚇了 把車一丟就跑了 那他 我那學長 他是比較膽子大一點的 他覺得 這個人這樣坐到我車要幹嘛 是不是要搭便車 他的前醫師 告訴他可能是要搭便車 他也就說 好吧 我繼續騎試試看好了 他就騎到大概山的一半 中間的路途的時候 誒 他的車子變輕了 他再一看後燒機 女的不見了 下車了 下車了 他想說喔 還好他走了 應該是搭便車 可是當然還是有點害怕 趕快又催著油門 趕快想回到宿舍去 結果他再往前 大概一小段路的時候 就看到右邊有人在做那個喪事 然後呢 騎到那個門口的時候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那個 斗大的一個感覺 就是頭一轉過去 看到一個照片在那邊 就是那個女孩子的臉 居然間外的城郎 聲音止步的地方 精彩的超短任務 Dapper又將帶來什麼樣恐怖的靈異狀況呢 她的前一次理事告诉她 可能是要搭队车 她也就说 好吧 我继续骑试试看好了 她就骑到大概山的一半 中间的路途的时候 她的车子变轻了 她再一看后头 今天女的不见了 下车了 下车了 她想说 还好她走了 应该是搭便车 可是当然还是有点害怕 又趕快又催着油门 赶快想回到宿舍去 结果她在往前 大概一小段路的时候 就看到右边有人在做那个丧事 然后呢 骑到那个门口的时候 她就是非常非常的 那个斗大的一个感觉 就是头一转过去 就看到一个照片在那边 就是那个女孩子的脸 就是她的亲身 就是那个已经死掉的那个女生 对 那可能就是 不过这个灵是不会害她的啦 就是搭便车而已 她刚好下山去玩 想要回去的时候 然后觉得爬山太累了 就搭一段便车 其实你知道我常常听人家讲鬼故事里面 都有很多那种搭便车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好奇怪鬼 他自己会飘 他为什么要搭人家便车呢 可是到底杜到了以后会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好处还是怪 老师你解释一下 如果是以这个角度来听来讲的话 他刚好又是先碰到往生的当事者 再碰到他的灵堂就对了 那这个在老师处理经验里面呢 就碰到一者是蛮妙的 因为他也是先自杀之后呢 一样是碰到类似这样的 那因为摄灵堂之后 但这里面要一个特别注意的是 他很有可能是找一个跟他有亲属缘的 或者是说有那种戒与戒之间的缘 为什么 他可能还没有嫁人 他想找个人牺牲脱身 老师就处理过一个这种事情 而且是硬生生就是把他请回啊 明婚这样子 明婚他有三个点来成立 第一个是前世注定的 好比是几次夫妻几次夫妻的 这是第一点 这是蕾四婴 第二点呢 就是他是因为男女之间爱恨所造成的 所以死后他还得去找到 当事人一定要娶我 一定要嫁我 那第三点是像这种 是经由时空机缘 撮合之后呢 他就被他误涉到了 但这一定要有缘 不然他看上个老头子 老头子骑人文来是怎么办 他会嫁老头子吗 不会 所以这三个点都有可能促成 像这个明星故事里面这一段姻缘就对了 可是老师 刚才那个故事啊 不是他最后就那女的已经走了 那女的他并没有用一个很直接的方式跟他讲说我想要嫁给你啊 他会不会缠着他以后 这个就看当事者骑摩托车的这个朋友啊 如果他当年度他所犯的是无鬼业 运里面带业 而且运当中有所谓的流年啊 流年还有带月 又走桃花的话就会符合老师讲的现象 如果他只是当年度里面走上无鬼的这个运业里面来讲的话 过关就没事了 而且怎么去处理呢 刚刚那个惠伦也讲说停车吗 还是说继续骑 对不对 你是继续骑没错 但是骑到有光 晚上没有太阳 一定要有光的地方 或者是有风的地方 因为鬼怕光 鬼更怕风 风是代表煞 他会把他心体打散 只要坐到这两点就可以了 那假如说我们开这个计人车啊 后面载到一个女鬼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说小姐拜托你下车好不好 我不想载你 我们可以用这种话语的方式让他离开吗 直接把他请走 对啊 直接跟他讲说拜托请你离开好吗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事实上这是不太可能 为什么 老师在宜兰那边也处理了好几桩这种事情 也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甚至他买那个名字 去买东西的 你当时你 你会直觉到 这可能是灵界的朋友 用名字来买东西 或者我开计程车 我车上载的 是一个怪怪的 不属于人类世间的 可是当时的你 一定是有一点脱离自我 如果你警觉性高 你早就不让他上车了 可是有的耶 我听到那个小娜啊 他爸爸以前就是开计程车的啊 就是也是载到一个 他载到鬼吗 他载到啊 然后不是 他本来那女的上车 他就一直开 他突然闻到湿臭味 你知道 就是这个味道越来越浓 他爸就是 他知道以后就很生气 把车停 刹车说 你下车 就这样子 结果呢 一回头呢 那女的就把门打开 就下车了 那女的还开门啊 就是从那个路的旁边 这样飘下去 不见了 就这样 然后后来 他去前面加油站 去洗把脸 然后他车上那个雨刷 夹了一张名字 他还付钱给他 也有碰到好的 真的 我讲的 他讲的好极强啊 小大跟我讲的 你边剧边还真 对了 我问一下 你那个学长 遇到那个事情之后 他的运气怎么样 不晓得 没有去 我没有去问 可是老师 为什么他们要付名纸呢 因为我知道他们要付钱 但是我一定是说 他付给我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是名纸啊 那就是他们的钱啊 可以有的时候 他会先给你那种新台币 不是 他会给你一般的 他后来你再去找的时候 哎 怎么有一张名纸 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 把钱变名纸吗 所以灵界的东西来讲 老师有讲过 他是没有存心要害我们 只不过请托一下帮个小狼 或者我想跟你做一点接触 请你完成我的心愿 所以买东西也好 好像好比刚刚那个开计人车 那是因为刚好他朋友的爸爸 正气里呢 他敢跟他敢下去 在场有几个人敢跟鬼 讲这句话 对啊 稳文你敢吗 硬着来 稳文如果说你今天 开个车 后面坐着一个女鬼 你敢说 你给我下车吗 你看 他答应说我下车算了 我下车 直接昏倒了啦 我跟博珍 Amy你们讲啊 有一次我们之前出外景的时候 在新竹 也是在公共前面 然后呢 工程车就好像你们现在那样子 箱形车停在那边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去别的地方开东西 就现场的光不够 就请一个工作人员 你去帮我们把那个车子 调个头 让车灯打远光 现场补一点点光 那个人就去开那个车子 所以他这样准备开车 那老师 好像要阻止他又停了 就让他继续把那车子调正了 下来 那这两边的侧门都是开开的 完了以后 等会很怪 老师你刚刚跟我讲什么 老师你刚刚 嗯 把他拉到一边 我跟你讲 其实你刚刚上去的时候 因为那个车子啊 门是开的 所以车上坐了好多 那个朋友啊 在那边 他们想说闲着也闲着 坐在那边那样 借坐一下聊一聊 就一去移动车子 害他们现场就变得很 很惊乱的样子 我怕他们会对你有所不利 所以下次你们再去出外景 因为车子在那里面 你们单独啊 千万不要去上车子 其实我觉得人正气凛然 其实鬼反而怕人 你正气凛然吗 嗯 不是你不要做亏心事嘛 对不对 其实鬼是不会害人的 对不对 我们找个正气凛然 没有做亏心事 闻闻 闻闻他一看就是非常纯真善的 对对对 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鬼故事 嗯 实际上就是我以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嗯 学姐就是遇到的 学姐遇到的 是故事啊 对是故事 然后就是两个学姐在直达夜班 嗯 然后他们去量血压 结果就发现说 呃 奇怪为什么其中有一间电灯关掉了 还一直 一直就是一直开着 然后学姐 在电灯关掉 一关一开 就是因为大家睡觉 病人都在睡觉 所以就变成说呃 都要关灯啊 全部都要关灯啊 但是那一间是亮着 对那一间是空房 嗯 然后那间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电灯关掉 过没有多久 又自己打开了 那明明有去关他 那为什么又这样 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后来就是 学姐就在那边讲啊 然后后来就是院长 院长就说 可能就是以前就是有病人 心脏病突发在那边死掉了 嗯 然后为什么大夜班的时候 那个灯都会亮 就是原因就是说 嗯 这个小男生 他就是 蛮寂寞的 然后他在日本 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就是常常 在院聊病的时候 就常常写信给这个 这个朋友 嗯 可是就变成说 他死掉了 所以就变成说 他很难过 为什么没有办法 是继续跟这个朋友 就是继续来往 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他可能 很留念这边 那边说 对 就是变成说 晚上一到那个时候 灯就会亮 他就写信这样 嗯 开灯来继续写信 其实在医院里面啊 大家都常常会听到一些 那种鬼故事 对不对 那像你本身就是有 有学习过这个护理的情况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 有些阴阳眼的朋友啊 都会说 晚上的时候会看到医院 有很多的那个 走来走去 对 尤其是电梯 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有人 在病床上晚上就会说 哎 走开这我的床 而且我还听过 更恐怖的你知道吗 老师我还听过 更恐怖的是说 有一个老头啊 他会坐在那边看电视 可是你经过他旁边 会看不到 可是他从镜子 会反射出来 就是会看到那种奇怪的现象 那我想请问老师 为什么你在医院那种地方啊 他会不会是 有一些灵界的朋友 还要留着不走 哎 这个问题啊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回答 比较好 我们的讨论点 都在医院 或者是说 我们节目形态所衍生的 这些连异现场 也包括特定的这些 呃 坟区 坟场 因为有时空的交换 7月1号鬼门开 7月底 关鬼门 所以你每一年呢 有 让这些灵界的朋友 重回阳世间的机会 但是不见得每个灵界的 在鬼门关 要关闭的时候 他都会乖乖重回 所以为什么到处都有鬼 而且鬼的事情 他会逃避 一直有这种发生现象 因为这种东西是 阴阳不灭的定律 一直是存在的 所以医院很显然的 往生者一直在重复 今天老师是能够做乌头法师的 把他照魂 把他带走 可是明天又来了两个 后天又挂了十个 做不完 所以 老师 你像我们当兵的时候 在那个部队那个宿舍里面 为了要震住那样子的东西 常常会有军旗 因为我们说有那个活灰在 或者是每个人的帽子 前面有个活灰在 只要把那个帽子摆正 或者把军旗这样的束好 大部分可以把那个现场稍微震住一点 可是医院里面 总不能够护士 护士帽子 还别一个国灰吧 感觉很怪怪的 那护士 在医院里面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 能够让心比较安拉 或者说那个场面 能够稍微比较震住 有 老师参观过几个大医院 也帮他们做过一些法事嘛 他们比较正确性的是 在医院的某个楼面 会设个佛堂 设个佛堂 佛堂为什么会设立 尽量在顶头 来普渡这一栋内心 往生里 往生里 而且每个月要固定做法会 如果说有的医院 他是基督教医院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组 来给他做这些教堂 那这些护士啊 他们像他们这种学护士的人 他们常去接触一些 死掉的这种病人 或者是快要去世的病人 他们会不会在磁场 各方面来讲 会比一般人来的低呢 事实上我倒会替他们高兴 为什么 都是有求于你们 哪个或是不碰到 就是你碰到来讲话 一定是有求于你 所以我们跟您接着接触 一是有求二是加害 加害是他找替身 所以常常在每个路段 车祸会出事情 到那边就真的是不舒服 这是加害 一种是有求的话 他希望经由你来传达 我还在这边 我还没有往生 请你告诉我家人 因为我没有被投影到身方去 所以如果你能够完成他这个心愿 你会发恒彩笔 但是不管是接触 加害也好 或是有求也好 就一念之间 我觉得还是不碰到最好 不碰到最好 而且孔子有讲 敬鬼神而远之 就是我们要尊敬这些鬼啊神啊 是是是 保持大家彼此 好来好往的一个正常关系 各位观众 听完鬼故事之后 我们要进行全新单元 鬼化连天之超胆任务 OK 休息完了之后 今天来进行我们最厉害的超胆任务 这个单元了 请到了鬼太郎小炳 来帮我们做一下 介绍今天到底去什么样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鬼太郎小炳 我们这一次呢 去到一个超级恐怖某殡仪馆 然后呢我们去那边 带了一群观众去体验 现场那个 金鸣老师的带领 然后我们知道 哪里有这个灵体嘛 就是灵界的朋友 然后我们去感受 他们的存在这样 请问一下啊 每一次当你们有 这个超胆任务的时候 请问来报名的观众是 自愿的吗 还是很踊跃 都是一些无聊 然后没事做 然后PT的人 真的啊 应该不是你们强迫的吧 完全不是强迫的 而且他们就是到 然后就体验完之后才发现说 自己真的不能PT 真的啊 这一点我真的是证明 因为我以前也做这样的节目 每次呢 有很多观众朋友来报名 但是报名了以后呢 我们身为制作单位 万一出外景的时候 发生什么样特殊的事情 我们还是必须要take care到 所以呢 我们事前会请老师啊 稍微看一下 你八字不合 你今天阴气稍微重一点 把那些不合适的人把它PT掉 不能够 但是这次去的地点 非常的特别 是大家都 不想要去讨论 然后也不敢去碰触的 所谓的 冰衣馆嘛 每一个人都有去过冰衣馆的经验吧 谁去过冰衣馆啊 我去过 我没有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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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些朋友去里面 我常去啊 真的假的 真的吗 你先来发表一下好不好 我去过好多次了 以前我爸往生 我外公我外婆全都 所以你有金卡对不对 他已经快递了 没有我跟你讲 真的去 有什么感觉 一进去就是闻到湿臭味 真的还假的 我去没有耶 完全没有 我可以讲 你知道一进去 它那里面的气味 跟外面的气味 就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真的 就是那种臭味 讲不出来的味道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猪肉 摆在太阳下面 然后很久了之后 它捕烂的味道 还好 那种都还好 你闻到那种味道 是让你吃不下饭 然后又掺杂的 拜拜 那个香的味道 全部混在一起 那种很特殊 很怪异的味道 对 就会感觉说 这个空间 已经不再是平常的空间 你知道吗 我想来问一下 问一下文文 像她这么乖巧的一个女生啊 那你是不是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绝对不敢走进殡仪馆 还是说你很大感觉 我真的到目前为止 没有去过殡仪馆 可是你是护士耶 可是医院里头 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有什么太阳吗 有解剖过尸体 有没有解剖过尸体 你有解剖过尸体 好天啊 我要换位置 他的高力 好天啊 你是靠近点 天啊 我会问他一下 你结果那过程的感觉怎么样 你结果哪里 腹部 腹部 哪有感觉呢 你结果男太女的 就跟在医师旁边 可是很多人 男太女的 根本不巧 因为他是用纱布蒙着 可是你总看得到他第三点 都遮住人 都遮住人 他只有局部的位置 会跟上 哪一个都不蒙住 露一个范围出来 在这个范围的状态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是男男的 对 我是跟着医师进去的 那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你有没有这样子 想说 拜托拜托 我只是为了学业啊 因为之前就有实习过 所以那时候是 比较不会害怕 真的吗 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说他在解剖的过程中 那个人的灵 会不会站在旁边看 然后就 静 会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事实上 不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你说 出入殡影馆应该是老师出入最多的 嗯 而且我们出来就有红包拿 对 对 你看我们就是一个服务性质 你像 躺在那边的人 为什么会在这边来办这个伤事 或者是到某个医学院去让他解剖 这就是命 他已经注定好好的 谁去解剖 这也是安排好的 那为什么不是老师来解剖呢 为什么不是小饼解剖呢 因为这都是万般式注定好的 对 那只有在解剖的当中 你不要怀挑衅的形象 有的人 连尸体都还给他不理 对 像面食癖啊 面食癖啊 你知道有些坏人 只有这种状况 那些人都下地狱啦 对啊 那些人真的是 是 不过这次你们去殡仪馆 确实有发生一些怪事情 对对对 有吗 很可怕对不对 超恐怖的 超恐怖的 超麻的 小哥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稍微他们出的任务 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三燕套唱的小饼 看到我就知道说 对 没错 我们现在呢 又要开始来体验我们的超胆任务了 那么在今天的超胆任务内容呢 我们将会带老师 以及呢 六位观众 一起到这个第二殡仪馆 到底第二殡仪馆要干什么呢 没错 我们要去那边呢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呢 一起来跟这个灵界的朋友呢 来做第三类的接触 那我们在这里 也要跟各位朋友说呢 如果你有来报名参加呢 你也绝对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呢 你千万不要开玩笑 因为呢 像本身小饼呢 他自己也是带了一个 很多很多种天柱啊什么 因为呢 其实 呃 我自己也是 蛮相信这种东西的 你在干什么 你的眼睛好像啊 对啊 跟我眼睛好像 是我第四颗眼睛 放在我的心脏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进入第二殡仪馆 平时间外的成廊 生人止步的地方 但是今天晚上 将会有六位铁齿的观众 要进入这条 大家闻之却步的走廊 做最超劲爆的灵异感应 此时正是午夜时分 究竟铁齿观众们 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殡仪馆呢 这个现场我们是 是来到这里 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人的 只有我们工作人员 以及一些铁齿的观众 老师那我们现在 要来给他们做一些 安全的措施 那是由开始了 我们先从 这边开始 这边开始 那 毫无疑问 殡仪馆内 是殷器最聚集的地方 为了避免来参加感应的观众 发生任何无法控制的状况 林雪老师 先请大家转身 并且在观众的背上 先画好一道 必煞的金刚皱 但是 即使是做好了 灵符护体的工作 一旦开始步入这 殷器森森的 停尸间长廊 还是会让人感到 不寒而栗 任务就要开始 超胆的观众们 各个开始惶恐了起来 他们已经不能退后 只能硬着头皮 接受着超恐怖的感应任务 就是好像你说到说老师说的那个 那你可以吗 还可以跑 可以啊 没关系 我只是觉得 很可怜 真的吗 因为明天是 他不是最后 最后的一个时间 家人进去 那所以他有些 其实我讲他 每天是 最后到时候 有的就要直接送到 工厂厂 去上班 你知道吗 哇塞 超强感 我不要太久 我就任务了 可以太行 是不是 可以吗 还可以吧 这样 要不然 可以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好 还是你现在后悔来得及 哦 没关系 好 那我们准备就位 可以了 可以了 只要从那里走过去 第一位上场的观众 竟然还未走上成狼 就先哭泣不已 而待会 他更要接受 林雪老师的指挥 与这庭室间外的鬼魂 做最直接的感应 好 先把眼睛闭起来 停下来 然后看看你的 把身体转向你的右手边 你往前走三步 把眼睛闭起来 你把手伸出去 伸出去 你把手伸起来抬起来 把手抬起来 对 伸直伸出去 伸直伸出去 对 据林雪老师感应 观众的身前 就有一位女性的灵体 而伸出去的目的 正是要观众 亲手摸到这位灵体 你能感受到什么东西 观众他感应到了什么吗 伸出去的手 摸到灵体了吗 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让他如此大叫呢 而且灵异状况 一个接着一个 接下来 这位观众 竟不知又为了什么 突然在停尸间的 场廊外大跳了起来 这里是殡仪馆 停尸间外的长廊 不但阴气聚集 更是生人止步的地方 但是今晚 将会有六位铁齿观众 走上这条长廊 做趟超恐怖的感应之旅 在这样的环境 午夜的时刻里 观众们能感应到什么吗 先把眼睛 低起来停下来 然后看看你的 把身体转向你的右手 你往前走三步 你把手伸出去 伸出去 你把手伸起来抬起来 把手抬起来 对 伸直伸出去 伸直伸出去 对 据灵学老师感应 观众的身前 就有一位女性的灵体 而伸手出去的目的 正是要观众亲手摸到这位灵体 你感觉到什么东西 这位观众他感应到了什么 伸出去的手摸到灵体了吗 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让他如此大叫呢 哎呀 有电耶 什么触电 大概碰到他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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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再往前走一点点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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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趟感应之旅中 对讲机传来很多不同的声音 而且是邻居老师说男 对讲机就听到男性的声音 老师说女 随后的对讲机 也可能听到女性的哭声 这种气氛实在太恐怖了 也让现场的每一位铁齿观众 都轻若寒蝉 不敢有任何情思 小三处于那个前面对你的老先生 不敢有什么感觉 好恐怖哦 你再去哪 他现在想起来 他现在想起来 你手伸出去 后来有什么感觉 热热的 可是 他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他们是不是都很有冤情啊 其实不一定 只是说 因为 每天就是最后一次跟家人 就是见面以后 就会 永远见不到 好 那最后一面的时候 家人可能会到后面 就是 把那个打开之后 看他做婚 然后 之后呢 就能够一起 再接下来 此时 林雪老师又看到 在黄色布盖的棺材上 有一位女性的灵体 她仿佛对我们若有所求 所以老师也开始引导观众 往黄布棺材的方向移动 来 最后 林雪老师再要求观众 往右边的墙角靠近 吗 林雪老师 我的抱歉 妳們 好可愛 我沒有按摩 我只要擱抱歉 擱起不起 沒有啊 就有東西要吃啊 反正我... 怎麼樣 你剛剛看到的感覺怎麼樣 燈光很亮啊 燈光美氣分佳 不是 我看不懂耶 那是殯儀館嗎 我覺得好像是什麼地方的 那個什麼一般辦公室啊 妳有沒有曾經到過殯儀館去 去祭拜一些朋友 沒有 我去過殯儀館 殯儀館裡面有一間一間的 什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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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廳是幹嘛的 就是每一家家屬在那辦喪事 公祭那樣子的廳嘛 在這一個廳的廳的後面 有那麼一條長的走道 就是放鬆那個嗎 我跟妳講 這邊我真的去過 好 艾倫要這麼講 這個地方 當年我爸就是過世的時候啊 然後我們也是在這個地方辦的 然後就是在一個廳嘛 然後大家都... 他的那個棺材是停在後面 全部的人就是繞一圈到裡面去 觀沾一下那個遺容 然後完了以後 他後面就有一個門 一出去就是那一條 然後你知道那條最後是通到哪裡嗎 就是焚化炉 焚化廠 那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那條長廊的兩旁邊的辦公室 是什麼東西 沒有 那不是辦公室 那是那個林嗎 那是停放林舊的地方 對啊 而且裡面有香爐什麼的 不然你看那女兒怎麼會感應得成那個樣子 而且... 他是不是臨時演員啊 對不起 我有一個很愚蠢的問題 請問那兩邊裡面有屍體嗎 我們去的時候是沒有看到 不過艾倫姐講的對 是燈光美氣氛家沒錯 可是你一踏進去 你根本沒有辦法笑 你知道嗎 你就會覺得說好不自在喔 那條走廊是每天早上 或者是每一個要辦事情的時候 辦那個公祭的時候 屍體會從停屍間 裝到棺木裡頭 經過那個走廊 推到這一個廳的最後面 所以是必經之地 大家拜 拜完了以後 再從這個走廊 推到焚化炉 或者是推到其他的 什麼車子上 運去土葬 而且你要知道 你知道嗎 那個長廊喔 他可算是最難過最傷心的一條路 因為是親人最後的決別嘛 就是大家經過這條路的時候 一定是最難過最難過的時候 因為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然後燒掉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最後一次看見親人 所以那裡最容易感應到一些東西 那天你可不可以小米描述一下 就是那個女生她是發生什麼事情 她為什麼一下尖叫一下哭啊 那個女的她很奇怪 她一開始就已經覺得 就是還沒到的時候她還好 可是到現場的時候就開始不安 然後我們站的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stand by那個地方 是老師跟我們說 老師就說 那時候我們站在外面嘛 老師就說你看那個玻璃 然後他說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然後我說我沒看到什麼啊 老師就說難道你沒有看到他們 全部把臉貼在那邊看我們嗎 好可怕喔 我說沒有吧 老師沒這回事你根本是想嚇我 然後老師說沒有是真的 後來我們就站到那裡去 就是站到老師長的那個地方 那女的就開始哭了喔 她就覺得很不自在 覺得很不安這樣 就開始整個很緊繃 然後就到各老師叫她去改靡的地方 她就摸啊摸啊熱啊冷啊 然後電到什麼都有都來這樣 後來就嚇到整個不敢拍就衝回來這樣 但是據我們所知那個謝老師好像感覺上 她是有陰陽炎的 她是有陰陽炎的 你們兩個也跟謝老師出過外景 你們兩個也出過這樣子的靈異最前線的單元 你們看了小秉這個單元 你們兩個感覺什麼 其實我覺得那個觀眾他們真的比我們還要大大 他們竟然敢做那樣的實驗 因為有時候啊他們要說這個超短任務 希望我們有時候製作單位說 你們要不要來玩玩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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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恐怖了我覺得真的太恐怖了 因為其實接觸殯儀館等於是最靠近那種死亡的感覺 哎呀你去的地方真的很可怕耶 那穩穩的要不要講下你的感想 基本上是真的是不想踏進去 下次一起去嗎 對啊下次就帶他人家去玩啊 去玩啊交遊啊 對啊他這麼漂亮的一些朋友一定很喜歡他 光老師呢 我好像曾經在你們那麼等一下稍微學過一段時間 您以一個身份地位更高一點的老師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這個情況 事實上在這邊啊 我很高興他替節目啊 做得到這樣的正面接觸 嗯 所以但是老師很強大 第三類的接觸是叫做正面接觸 他一定要一個傳媒 就是人 也要場地與時空的配合 你如果真是大白天就不太可能了 嗯嗯嗯 一定是要指食這個交警 而且當然是取日兇時 或者是月日相衝的那個日兇時 是最好的 因為為了達到這個效果 你就全部把它用上去 就能夠出現 超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一些狀況 但是這裡面呢 一定是有個很好的導師在跟你引發 因為他告訴你在哪邊你才能夠接觸得到 如果沒有這個老師在跟你引發的話 觀眾朋友 他或許他能夠感應得到 但是狀況不明顯 那至於說這個觀眾朋友 我們當場有六位 那甚至有其他幾位 每個的反應程度是不一樣的 但是反應最輕的跟反應最嚴重的 那就是各自的護體原神啊 強弱差別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到就是在這個影片當中 那個對講機非常的奇怪 真是求人得人啊 請問您 現場你們帶了幾支 我們只有看兩支 只帶兩支 那一支是觀眾拿的嗎 那一支是觀眾拿的嗎 那一支是我拿嘛 對然後就是 反正老師講說說 那裡有一個女孩子 就傳出女孩子嘛 然後說那裡有個老翁 就傳出那個老人在咳嗽 咳嗽 咳嗽的聲音 而且那要按下去才會有聲音 對就是按下去你就會聽到 然後啪啪 我這裡是 然後放開就啪啪 而且會很清楚 對對 可是那個Wiki Talking傳出來的聲音 是完全沒有按的聲音 就直接咳嗽這樣子 哎唷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嚇了 我一直躲在老師後面 你知道嗎 然後老師還很鎮定說 不要爬不要爬 老師老師會怎麼這樣子 為什麼 那鬼是故意要讓我們聽到嗎 沒有 事實上它是透過觀眾以外 達到一個接觸點 那最重要是透過謝老師 只有他拿麥克風 拿這個無弦麥克風 他才有辦法間接的傳達 嗯 小餅拿就不可能了 好像是 所以這是看個人的修行 對 真的嗎 那我修行不夠了 欸你看 謝老師帶的 說男就男 說女就女 你怎麼樣 下次你去試試看 我不要我好害怕 我覺得好可怕 可是真的是因為謝老師 他的身體的關係 所以他才按那個東西 會有聲音出來嗎 確定是跟老師們有關 那至於說像老師個人的經驗 包括我們這麼多行業的老師啊 不管是管活的 管死的 這類的經驗 依我們來講 這算蠻正誠的 而且你不做正面的衝突嗎 只要習慣他就好了 那我們剛才只看到了一位觀眾朋友 他親身的摸到這個鬼 然後感覺到被電到 就這麼勁爆了 就這麼可怕了 下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觀眾朋友來做這個 下面也是超級馬 超級嚇死人 真的嗎 反正你看就知道了 下面的應該比上面的更可怕了 嗯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來 這裡是殯儀館聽時間外的長廊 超打任務也剛剛成功地完成第一位觀眾的感應任務 但卻在此時 長廊上出現了殯儀館的巡警 巡警對我們鳴上 並且要求我們離開 超打任務外景小組很意外地被趕出了殯儀館 但是沒關係 因為超打任務早計劃出B方案 那就是帶著一行觀眾轉戰附近的六張B公墓 現在我們要轉戰到第二個這個六張B公墓 那因為呢 先前我們剛才在那個地方的殯儀館那邊 然後被警察趕出來 所以呢 我們要轉戰到第二個地方去 在接下來的超打任務 一位年近五旬的老太太 為什麼會抱著墓碑痛哭呢 是她嚇壞了嗎 還是看到自己死去的親人呢 請鎖定越來越精彩的超打任務 因為剛才第一位參賽者呢 已經看出來她的這個體驗 相當的令小平又興奮又害怕啦 那大家心裡都已經彼此毛毛的 不過呢我們還是要替這些參賽者呢 完成了他們最想要的這些靈異的體驗 所以呢我們又帶他們來到第二個地方 那我們已經漸漸可以看到墓地了 Oh my God 我覺得好毛喔 接下來超打任務要來到六張李公墓 來到此地 每一位觀眾踏著略帶畏縮的腳步 接下來他們又會有什麼樣超勁爆的感應呢 說著說著我們就要開始我們這一段的這個超打任務 那麼第二位觀眾也準備就位了 謝謝 接下來要進行感應的是一位年近五學的太太 在她的一生當中一直有個遺憾 這個遺憾和她死去的親人有關 而她此行參加超打任務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能和她死去的親人做感應 感應經過十多分鐘的時候 這位太太突然嚎啕大哭完全不能自己 她看到了死去的親人了嗎 她能在今晚彌補掉她一生的遺憾嗎 哭泣不曾止息感應的狀況又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究竟在這場慘烈的哭泣之後 這位太太還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這女的怎麼回事 怎麼又這樣子了呢 你知道對不對 對她也想知道 為什麼前一個女的哭得很厲害 對不對 然後她又被電到又聽到怪聲音 這個人怎麼好嘮嘮哭啊 對啊怎麼回事我也好想知道 而且重點是在於哪裡 重點是在於她摸的那塊墓碑應該跟她沒有任何關係吧 對啊對啊可是怎麼會這樣子呢 她改嗎 對 這樣啦 她在感應之前有一個人好像很害怕 還一直拿著那個佛珠 對 那年齡算是誰啊 那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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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我真的要誇小餅 其實小餅她膽子不是那麼大 但是被我們改她的上架硬起出這個外景 所以呢雖然嘴巴很強作正經 不停的講這個孩子 其實她表現很好 對啊 非常地改為人家小膽 你知道嗎 我在這裡要完全承認我真的是一個娘娘腔 所以我以後在節目任何鬼叫啊什麼行為你都不要怪我 你不要你娘的太過分就好 我一定會很陽剛的嚇一下 會不會鬼叫的 其實剛才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讓她撞撞帶 她拿那個 她拿那個東西就 你是裝飾品還是真的有過足嗎 我那個天珠被那個老師加持過 真的嗎 沒有老師 幼稚園老師 不是 氣勢欸 很漂亮 欸你要找到有用的老師欸 你找到幼稚園老師加持欸 對啊 我看你找那個高老師幫你加持好了 有啦有啦 真的有加持 真的有加持 但是你們本來是從那個殯儀館然後出來到第六公墓嗎 不是都是那個被那個警察趕出來 而且那個警察就跑過來跟我們說什麼 欸你們不要在這裡拍好不好 人家就會知道我們這邊鬧鬼欸 他就真的鬧鬼啊 他就在那邊鬧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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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只處無盈三百兩 對啊 天啊 然後你們去那個本墓之後呢 為什麼那個女的還會突然這樣失控 很想知道喔 其實我自己也滿想知道的 欸你剛才是賣關子啊 我跟你講啊 因為我想讓你們看下一集啊 好討厭 夠了 夠了 我跟你講 其實下次如果你們出外景碰到警察來阻攔的話 你就跟他說 不是這樣子 你不可以阻攔我們 因為我們昨天做了一個夢 這個人有求於我們 我們一定要幫他這個忙 不然你會倒嗎 他就不敢 欸這警察會嚇死人 你就跟他說 如果你不在這邊讓我們拍完之後 你們這個一定會倒掉 你以為那個黃主旺是跟那個御主講說 我做了個夢你要帶我出去嗎 自死下車 不過今天的內容實在是非常的精彩 今天就非常的不錯 不管是他們看到的鬼眼還是聽到的鬼語 小品這邊呢 又有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 而且親身去摸到這個鬼的感覺 對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個節目有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不光是把這個靈異的東西帶給觀眾朋友 另外也要讓大家來討論一下一些這個靈異的現象 到底是如何來產生的 是是是是 而且沒錯如果你真的很想來參加的話 你請你打螢幕上去這邊 我們就會接受你的報名 然後就帶你去體驗各種體驗 對 或者是大家想要看這個小品在現場 如何被嚇得雞飛狗跳的話 都歡迎來報名 但是呢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如你所願 一定到達到現場 我們會請老師稍微過濾一下你當今的身份 跟整個的職場 有沒有特殊的危險性 OK我們才會帶你去 絕對安全 對 今天非常謝謝所有的朋友來這邊參加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我們的鬼話連篇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拜託